学校就是企业的旗舰店,学校就是人才,科研资源的母矿,带动高校资源就可挖掘出更多的资源。 前不久,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成功举杯孟会长安,百万校友回归母校专场签约仪式,将教学、科研、市场对积起来,打通了这几方面边界,更好的助力西安发展。 建大校友回归,签约4051亿元,助力西安发展,这次专场签约活动中,27个项目,涉及市企战略合作,两阵一元,创新创业投资基金,产学研合作,签约项目金额达4015亿元,将百万校友助力大西安发展推向了新的高潮。 本次签约说,我达到新的高度,这些项目主要围绕西安市的城市基础设施和产学研结合。 芳辉建筑科技大学土木建筑,是这环境和材料业金的学科优势和特色,为大西安发展做贡献。 所以,实际上是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校友,西安和母校之间的共融的发展。 建大的学子是充满热情,充满热血的,这是一群懂得回馈母校。 回馈西安的人,我相信随着西安人才政策的不断优化,创新创业环境的不断改善, 更多建大校友的成果,将拿来西安进行转化。 今天签约的数字就是最好的说明,我相信建大校友,日后也会为西安做更多贡献。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副校长郝基平表示,西安建筑科技大学,磨粉力技术将回归西安。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致力于为西安更好的发展,出人出力。 建大的越来越多的优秀科研成果,选择在西安扎根。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前几年,在外地曾经有一个磨粉离技术研究院,研究磨粉离技术。 这个磨相当于一个筛子,比如说可以从青海谷水中分离出品元素。 这些年西安创业环境的大幅改善,有着良好的发展平台和条件,我们就签回西安。 目前项目发展是头非常好,磨粉离是一种高效的新型分离过滤技术。 在环保、电梁、化工、电子、新材料等领域,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。 野内人士认为,谁掌握了磨技术,谁就掌握了21世纪。 预计到2020年,仅在我国的产业规模,将达3000亿元。 见大校友,面对日益腾飞的西安都心动了。 梦回长安,百万校友回归母校结束后,西安建筑大学中多校友,都想回来继续招跟西安。 为西安发展天才家伙,西安建筑科技大学90级采矿专业李世民先生,带着自己的良宁聚进科技有限公司,在会上签下一个项目。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西北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明强,也是建筑科技大学采矿88级学生,为了优合西安的发展。 黄明强的中国能源建筑集团,专门于今年5月,在西北成立了西北建设投资有限公司。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公民建84级的刘波,目前在中国野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,担任总经济师。 在第三届四博会期间,西安与中野集团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,并且中野集团将不断达到在西安的投资力度。 加速中野集团西北区域总部落户西安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